我们这群年轻人都希望能够带着球队打出好成绩 詹姆斯是一位超级球员 但我们想要阵容更加年轻 这句话就出自骑士后卫年仅22岁的加兰口中 在全明星赛前 詹姆斯对媒体说 他想要和布朗尼在一起打球后 媒体像炸开的锅一样 从四处搜集着詹姆斯回归克里夫兰的蛛丝马迹 全明星前早早回到克里夫兰和当地的亲友聚会晚餐 这指詹姆斯对骑士对本赛季的优异表现 大家赞赏等等 都被媒体放大为他要回来了 而加兰就是第一个站出来表态的人 生涯的第三年 加兰将得分提升到了21.6分 出手次数增加到17.2次的情况下 运中率却来到了46% 场均8.6次助攻 更是来到全联盟助攻榜的第六位 而从前缠入的防守 也在加兰场均1.3次的抢断后 从弱势变成了强项 一切都照着球队头牌的方向发展 在克里夫兰全明星赛的替补阵容公布之后 加兰成功入选东部全明星 这个22岁的小伙子 成为了继詹姆斯出走后 首位入选全明星正赛的骑士球员 而他也仅仅22岁 个人数据提升的同时 球队战绩也让这个小伙子 带到了最高东部第三的位置 而在带队打出漂亮成绩后 曾经怨声载大的球队大王乐夫 也忍不住对加兰的表现超赛有加 三年过去了 当初那个扬言不会参加任何球队失心的杰傲小子 如今已经成长为东部冉冉升起的新星 当初说自己是当界最好空位的诺言 也在一场一场的践行 他没有库里那不讲理的三分球 也没有欧文那风骚的运球 但他也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 拿下一场场胜利 五点派打法下 依稀能看到团队至上的空位风范 当骑士惊吓送上五年超1.8亿合同的那天 正在崛起的加兰 真的可以有底气的 朝愿意回归家乡的偶像 说一声 不 嗯 其实 感谢观看